在炎热的夏天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吃酸酸甜甜的甜品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这一款颜值糕 做法简单味道又好的柠檬乳烙蛋糕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收藏起来吧 今天我们用到的模具是六连杯子模具和慕斯围边 这个慕斯围边我已经将它裁剪好了它的高度 我们将它裹起来 大概比较圆 然后可以放平 然后我们就把它沾上 好在上面铺一层绑线膜 我们在烤盘上喷一点水 尽量铺平整 好我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好这样就方便我们脱模 好模具准备好后我们就放一旁备用 然后现在进入我们的正题 将我们的饼干放在袋子里 或者是保鲜袋里也可以 然后用擀面杖将它敲碎 大家也可以直接用料理机 我们敲碎的差不多我们将它倒出来 然后加入已经融化好的黄油 将它们混合均匀 把它拌匀后我们就将它平分在我们六个这个模具里面 然后我们用擀面杖 然后我们用擀面杖将它压平 饼干底全部做好后我们放进冰箱冷冻定型 接着我们将几粒钉片泡在冰水里 现在我们将奶酪倒进碗里 还有白砂糖 我们将它搅拌至顺滑 搅拌顺滑后我们将柠檬汁倒入 让它搅拌均匀 搅拌好后我们倒入柠檬磁蟹 我们刮柠檬皮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刮到白的部分了 不然它会很色很苦 让它混合一下 现在我们将几粒钉沥干水分 放在无水无油的碗中 然后我们隔开水将它融化 在几粒钉融化的时候 然后我们来打发蛋奶油 因为它只有一百克太少了 我们不能用打蛋器打 因为很容易打过 然后就手打 再打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它可以低落 但是有一点点的纹路 好像吉利丁也画的差不多了 我们将它一次性倒入 用打蛋器将它混合一下 混合好后我们加入刚刚炸好的淡奶油 可以一次性加入 我们用翻拌的手法让它们两者混合一下 我们翻拌均匀后 然后我们倒进装发袋里 好 然后我们将我们准备好的饼干底 这个烤盘拿出来 我们平均的分配一下 我们将它稍微摔一下 是要让它摔平 好 我们现在放进冰箱冷藏 四个小时以上 我们的蛋糕已经冷藏凝固好了 然后我们需要脱模 用一把小刀 这样就脱模了一个 最后我们用奶油水果装饰一下 装饰根据大家自己喜好来 好 最后在上面刮一点柠檬皮屑 它会好看一些 而且可以增加柠檬的口感 这样的一个柠檬奶酪蛋糕 我们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漂亮啊 你可以把它放在甜品台 也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树窗里 就可以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哟